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微翔那我叫Eric 那我現在就讀的是高雄的國中 我今天分成八點來跟大家做介紹 成為創作者的原因 創作靈感 人脈的收集 人脈資源 我是從哪方面去接觸到3D電影領域的 以及接觸到3D電影之後 那我從哪方面的資源來取得到經費 還有接案子在外就是工作室法戰以及回饋社會 成為創作者的原因非常非常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沒有錢 因為我是家庭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我之前就是透過紙箱或者是不要水管去做創作 原本他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張圖 看一下 右上角這邊這些水管其實都是我們家隔壁的飲料店 他們不要水管 然後拿過來自己進行創作 還有像別人不要紙板 還有不要吸管 我就把它洗一洗 然後把它清一清 拿過來做軌道 甚至說我家自己的噴漆箱就是用紙板做的 就是用 下一個講的那個Lily 他的攝影燈的紙箱 然後再加上一些POWER之類的去做噴漆的抽風設備 在沒有錢的狀態下我是用各個製造展來取得到我的靈感 因為在各個製造展中你可以認識到很多創作者 或者是很多家廠商 當你去了很多展場之後你會發現有些是重複的 他們就可以談到很深入的交流 我就可以取得到這個人的人脈 對 像是佳安好了 佳安就是 其實佳安是非常非常意外認識到的 那一次是因為 我有一場在IKEA旁邊的試騎 我去擺完攤以後 回到路程上佳安就突然私訊我說 欸我想你有便去約來實驗室 然後我就跟佳安講說 好 OK 然後結果 我們就約了半年到今年2月 我才過去那邊 對 然後佳安也非常感恩佳安 我才能提到又認識到很多人脈 例如ATEN還有FoneLab都是第一次去的 對 或者是在展場中去認識到像是教育學長官 或者是一些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創作者 那這時候我就取得到他們的這個人脈 那當人脈足夠信任你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支援 給你可能 呃 像是這次的展覽 就是因為透過我的一個吸管藝術的老師 呃 剛好在展場中認識到他 然後 他就給我這個 支援去做創作和分享 然後那次就是 呃 青年局長還有一些長官也都有去 對 那個認識佳安的時候 就是剛好在展這場試騎的時候 然後剛展完 因為這場試騎蠻特別的 我是把這場試騎 我是把這場試騎 我是把3D列印帶入 呃 就是 呃 幼兒 幼兒的 不是幼兒就是小小朋友 呃 從幼稚園到國中都有 對 然後讓他們很簡單 很簡單的就可以操作3D列印集 對 然後在回程路上就認識了佳安 對 那這片的話其實蠻特別 我其實會有3D列印的機器 就是因為透過這場活動 這場活動其實是媽媽的補習班 的一個主管 他就問說 欸 那個我有沒有興趣來教 就是在他們暑期 教他們下電營 然後那個時候 呃 我那時候就答應了 於是我們就準備了70幾份材料 那當初的話 那時候的話有80幾個學生 然後從1到60幾 統一都是教無線遙控機器的 那時候從背調機器磁流馬達 還有一些簡單的操控把手 全部都是我一個人準備 那 呃 準備完之後 教晚課 那時候總共教5天 對 他是5天的下電營 那教完之後我就取得到一筆紅包 對 然後那筆紅包 在當時的我大約11 10歲左右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呃 我拿到7500塊 對我來講是一筆很大的錢 那當初我就把這筆錢 投入了一台3D電機裡面 在後面 跟我笑 我把他投資在一台3D電機 在當時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筆金額 對 然後當初其實我哥哥蠻反對 我哥哥說 呃 家裡的經濟已經沒有那麼好 那為什麼你要把這筆錢 投入在一台3D電機裡面 結果 呃 過了一年 我哥哥在今年出了 欸 今年今年快 今年6月份的時候 他自己買了一台3D電機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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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印了5公斤的材料 然後就印一些像是有面罩 全面 呃 半面身面罩 還有一些創作 對 那當初因為呃 材料費 就是我文家裡沒有辦法支撐 於是我媽媽就跟我說 他之後沒辦法再幫我支撐我的材料費 於是我就開始注重我的產品的物件 對 就是我必須要每次印都成功 然後包含說我表面 必須要就是成為好看 但是別人對3D電管才會好 因為3D電印出來本身就會有成文 那我要怎麼用方式 我要用什麼方式將那個成文 壓縮到呃 最緊 然後摸起來是光滑的 然後這邊又是之前做一些產品 還有一些 其實有些是案子 然後也是我自己個人創作 然後之後就在家裡 進一台的光固化設備 然後就開始 碰 其實基本上就完全投入 在3D電印領域裡面了 然後 這邊是我自己做一些創作 那當初因為我自己的利用錢 也快划完了 就是因為才要一卷料 就差不多快1000左右 1000上下 對 那個時候就開始接案子 就開始從 呃 別人求婚的戒指 以及 呃 其實中船的案子 就是我們說 那我要做離岸封電記作 還有 呃 超跑成員博的杯子啊 還有別人要做公仔眼睛 那其實我現在的工作室 其實 呃 最原初是長這樣子 裡面有 呃 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 情緩保持來把這邊的東西收一收 然後 母村裡重新粉刷 然後重新買腳缸 架腳缸 對 然後之後就開始做一些 有層和無層的空間的分開 其實 這看起來非常非常大 但是實際上 這空間只有兩屏多一點點而已 對 這是現在的工作室 然後 對 那時候剛好 呃 就是 今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現在他就有call我說 欸 他就把答案傳給我 然後我就印 然後結果 呃 當初我們剛好也在板甲 搬工作室 所以變成說 我要把機器搬到新的地方 還有 有時候要把機器搬到舊的地方 就一直這樣不斷搬來搬去 然後不斷的印 對 當初我的產量一天 差不多可以印十個左右 對 然後 呃 回到這部分就是 印面罩 就是 呃 因為在我以往翻譯 就是 呃 因為在我以往翻譯 就是 別人可能要出一分的力才能達到 但是我必須要出十分的力 對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 沒有沒有在意那個數量 我就 一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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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印到之後就 呃 一個多月 我就不知不覺就印了四百多個 然後因為 當初我原本也是要寄過去給家人那邊 但是 呃 因為有 有一些朋友 一些 呃 榮總啊 還有屏東的朋友 他們就是 一樣是 在外國家人PO文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寄到家人那邊去 然後因為 當初 高雄還有南部 其實沒有 比較少的人 也不能說沒有 有 但是 呃 沒有資源給南部 於是我就把我印的是四百多個 快五百個面罩 全部 呃 去放給 屏東和高雄 對 不要多 然後 這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我的那個 這個 Instagram 裡面有放我當初在列印的時候的一些影片和照片 對 然後 這是我的聯絡資料 然後 呃 我這邊可以順便到去剛剛佳恩所說的 呃 黑客松 對 這次黑客松其實蠻特別 佳恩那個時候 呃 我們做兩次地圖 我們是用GatorTime這個軟體去做 然後 呃 當初其實是因為我和佳恩去參加哈佛頭選會 對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一開始用RAM 然後 後面就是用GatorTime去做交流 於是晚上就覺得說Gator這個軟體其實還不錯 因為 呃 你走到人的旁邊隨時都可以通話 隨時都可以視訊 對 於是我們就開始製作地圖 當初 呃 好像是一個月前 佳恩那個時候早上11點多打電話給我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欸 我想你要不要做一個GatorTime地圖 然後我們來辦黑客松 這是醫學院的 然後 我就從 一路從12點開始做 然後 之後晚上三點 然後 我三點就把網子傳給佳恩 跟佳恩說 做好了 然後 廠商我也 那時候也找了三四個左右 對 然後他們也是很樂意的就答應 這是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做的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 呃 第一次創作其實很猜 然後 知道第二次製作的地圖 然後 那時候 呃 因為我們原本地圖的攤位和攤位之間會互相感擾 於是我們就自己開了第二個地圖 然後 就是不斷的 呃 要請廠商還有佈置佈置 然後 一樣就是在一天內 大概也都佈置好 然後 我們就 那時候不想說 就是邀請一些創作者就好了 結果 我們就很意外邀請他的 就是 有廠商又有創作者 總共有三十幾個 呃 攤位 對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大概可以把網子貼在旁邊的那個留言欄裡面 對 然後我們還有做了線上的直播煙火 對 然後還有一些交流區等等的 對 然後還有一些交流區等等的 這是我們的 其實現在有的地圖 對 那我們這次在活動中的時候 我們有就是給學生做報告 然後 以 這邊是學生他們的想法 創意 還有就是 呃 攤位 攤位的部分 但一個攤位就是他們廠商自己 自己完全就是自己佈置 然後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付什麼使用教學 廠商他們就自己 自己就會佈置得超狂的 對 PIN ATEM都有在裡面 還有INFINITY 然後我們又有做MAX SHOW 就是讓每個創作者都可以 有5到30分鐘的時間可以去做創作 可以去做那個MAX SHOW的分享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線上煙火 這個是 應該跟他們 應該還沒有人做過 然後 對 當時是我和家人提議的 於是我就開始去找 呃 相關的製作軟體 原本是我們現在有一個中國的軟體 但是我載到筆電的時候 我的筆電就 自己關進 然後就 沒 就從來都沒辦法開啟 對 然後之後我們從 呃 手機的軟體去製作 對 那之後的話其實 呃 家人有跟我提到說是 呃 他就想要把大型這種 就是MAX SHOW的展場 變為大型的線上展場 也就是說不用考慮到 電費 人力 疫情 相關的等等問題 對 以及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考慮時間 你不用說 你要搭車子去台北 或者是你要搭車子去高雄之類的 完全不用考慮這些疑慮 對 那這次就是我們 這個是 呃 加按他們的評分標準 是他們 黑客松的評分標準 也就是說 他們要做相關於國防 軍證 還有相關醫療的產品 對 那這是我們這次做獎牌 對 這獎牌的指徑只有10公分 目前有印出來的就是Infinity 他們用FDM去做這個獎牌 然後玩家那時候嚇到FDM居然可以做成這麼的好看 而且又這麼的細緻 那這就是我以上的分享 家人那時候早晨11點多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想你要不要做一個跟他們地圖 然後我們來辦黑客松 就是醫學院的 然後我就一路從12點開始做 然後說到晚上3點 然後5點我就把網子傳給家人 我跟妳講是做好的 然後廠商我也那時候也找到3、4個左右 然後他們也是很樂意的就答應